在崩建社会里,任何男子只要有钱,有钱都可以三妻四妾,更不用说是那些坐拥后宫家里三千的皇帝了。 皇帝的宝座,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,都会对他垂涎三尺。这里,不仅仅是因为皇帝拥有至高不上的权力,还因为皇帝可以享受每夜不同的翻牌之举,享受不一样的夜生活各种滋后,而在历史上却有一位这样的一位皇帝,他着清廉而不妖,独宠一位也是他唯一的一位皇后,将后宫的三千家里放置一旁。 这可谓是世历史中的一段传奇,而这个皇帝就是明孝宗,朱又棠,在其幼小时,母爱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片空白,极其缺少疼爱。 于是,在他和张皇后,也就是后来的孝康敬皇后,完婚以后,他就极为依赖他,以此,求得这么多年缺失的母爱。 那么,这个张皇后是何许人也呢?是否拥有清国清城的面容,能使得明孝宗拜倒在他的十六群下呢?他又是如何让一代帝王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呢? 身为星际人的他,因其父在明朝的最高学府国子剑中刻苦学习广,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。 由此,就潜移默化地感染了张皇后,知书达理,犹如烙印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身上。 然而,他却并没有貂蝉,稀释那般天度俊貌,只是相貌平平地散发出一种羞涩的俏娇,让男人看了无不想要聊上一把。 然而,在明孝宗看来,这个女人就是一个需要自己去保护和恋爱的一生之爱。 有人说,明孝宗是因深爱而宠爱,还有人说,普普通通的张皇后,就能让明孝宗专情一生。 其实,更多的是原因是他有母爱情结,而我更认同后者,对这位只娶一位配偶的皇帝,所做出的这种行为的解释,恋母情结。 那么,在这期间,难道明孝宗真的没有产生一点扩大后宫的想法吗? 还是说迫于形式,没有产生再允许非平之意呢? 成化,23年2月初六,明孝宗和张氏终于启节良缘,正在这火红的大喜之际时,不料想,明宗县突然归西。 在一片巨国沉痛哀悼之中,明孝宗自是无力在顾侠那些情情爱爱之事,所幸,就直接将张氏进封为皇后。 从此,两人连理相知,坚如石盘,在周里这部记录着周国上上下下贵族言行的书籍中,有一条让所有男人都窃喜的规定,即,贵族男子也包括皇帝在内,迎娶的正妻只能为一人,并且,可以娶正妻的姐妹也做小妾。 在封建体制下的周国,实行宗法制,家天下的局面开始有了雏形,并在历史发展的形成中逐渐前进,也因此,家天下的各个诸侯国之间,可以进行婚姻联合,最终,是应妾制,应孕而生,这样陪嫁了侄女或妹妹,就叫作应。 其中,在左传中,有一些妹妹跟着姐姐嫁给同一丈夫的事例,因此,有人认为这就是当时的应妾制,有人统计过,左传所记妹妹从应的记载有四十起,而侄女从应的有三例,但是,有大臣却明孝宗那应,却被她应生生给阻止了。 史料记载,她一生只娶了一个张皇后,从不纳宫女,也不封贵妃,美人,每天只与皇后同起同居,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夫妻生活,虽然,在张皇后的气质里,有很浓的贤淑女子的气息,但是,从颜值的角度来看,张皇后并非是国色天乡之人,却赢得了明孝宗深深的垂爱, 那么,我们可以从那些生活细节中,看出明孝宗确实深情于她呢。 有一次,张皇后不小心深感口窗,此病却让宫中的太监宫女们不敢接近,就连太医院的太医们也只是研磨药物,也不敢进殿靠近伺候。 那个时候,在太医院的刘文泰,是明孝宗的跟前的红人,她当晚接到一封秘纸,命其选择一位女医进宫照顾张皇后。 第二天一早,明孝宗亲自踏上张皇后的寝宫,之后,宫女慢慢将张皇后扶起。 明孝宗拿过药物,就给张皇后一勺一勺的胃,张皇后坐起后大吃一惊,两眼鼓张,如樱桃一般,看着眼前这位身份高贵的男子,为了自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顾他周全,很是感动。 待药喂完后,明孝宗还细心到端来漱口的水,小心翼翼地帮张皇后漱去口中的药味,突然,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一样的,明孝宗突然就大步走下了龙床,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,之后,依稀听到明孝宗的咳嗽声,原来,明孝宗想要咳嗽,不想把张皇后惊吓到,于是,才躲去一旁。 史料记载,其后轮堵爱若此,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对儿呀,再美好的婚姻,其实也不过如此。 史料记载,旧至,地狱后无通消速者,欲姓方赵之,姓后,终人前后直火聚拥后已回,云必寒细,为孝庙最宠爱敬皇后,遂严肃若民间夫妇,王问曰,皇帝是朝,由早晚呼,楚伦起,皇帝是朝,或平民,或日高, 早晚无节,中朝人有云,溺爱皇后,世朝常宴,还有一次,张皇后的母亲金夫人来到宫中,正吃着家宴,坐在正殿当中的明孝宗向旁边中金夫人的桌上看去,无意中发现她桌上的器皿居然是银器,于是,就质问了下人,你们为何不用金器? 之后,还一点都不太犹豫地,将这些银器送给了金夫人,并且,在桌上摆上了金器,张皇后这时看到母亲已得赏赐,便把话题转移到了七家妇的身上,最终,张皇后的父亲也因她的一句话,母也领恩赐,无负责未尝君时也,在宴席上谋的一席之位,可以说,孝宗和张皇后是患难之交, 一对恩爱夫妻,从接受的教育看,她也很早就懂得若想当个好皇帝,就不能爱美人费江山的道理,但是,张皇后因受皇帝一人独宠,时间长了,也养成了娇羞傲气的性格,在明孝宗死后,她的后半生也过得极为悲凉和痛苦。